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在国际刑事实施法庭 位于荷兰海亚的国际刑事法庭 法官17日宣布将已涉嫌在乌克兰 非法驱逐儿童及平民的相关罪名 正式对俄罗斯总统普丁 及俄国负责儿童权益的官员 发布待不令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 对国际法庭所作出的判决表示认同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发布了声明 虽然国际刑事法庭已经下令拘捕普丁 但真正执行起来恐怕有巨大困难 国际法庭法官就表示 能否真的执行这项命令 还得看各国的态度与合作意愿 而在普丁被通缉之际 中国外交部却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20至22日出访俄国会面普丁 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次和平之旅 为世界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中方对外宣称针对俄无问题 中方将在劝和促谈上发挥建设性作用